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就是童工 童工 以前的童工 以前的童工就回工厂 现在的童工就回学校 以前的童工就是说英国的 做到很晚的 现在的香港学生 由早上通常七点半回学校 一直到夜晚 连着补习社都要七至八点 才可以放学回家吃饭 即是等于以前工业时代的童工 不过工业时代的童工是用努力 现在的童工是用努力 所以小朋友在街上背着书包 五六点的时候 你见到他们的样子是苦情的 很辛苦 因为他们还没回家住 他们就要回家補习社 所以这是童工 然后老师是什么呢 等于工业时代的工头 工头就拿着那些藤条 或者拿着那些鞭 你不读书就一边发下去 那时的童工就为了两餐 现在的童工就为了将来的饭碗 大家都是一个很悲惨的童年 当时他用了一个学术的名词 叫做评估促进学习 但如果你读过心理学 就知道过分评估 就会令到学生对于学习 产生抑郁到学习抑郁症 如果学生只是不断地评估 不断地粗练 如果能够适应 他可以提升质素 但如果适应不到 他会有一个挫败感 或者一个无力感 他慢慢评估每次都是失败 他就会放弃 如果评估 如果能够达到目的 就是精英学校 或者精英班 一个不断评估 就筛选精英进去精英班 这些就很棒 但大部分不行 他就进了垃圾班 就会租赃了很多人才 所以有个说话说 秤猪是不会肥的 就是说什么呢 你经常秤猪的话 是不会肥的 你应该就着它 为什么会瘦呢 是不是营养不良呢 缺乏什么营养呢 是不是缺乏运动呢 是不是缺乏运动呢 是不是环境是怎么样呢 那去帮它增肥的 而不是经常秤它 教师那份身水是不错的 那如果教师是想保留这份身水 他一定要听校长的指示 而校长呢 为了维护的校园 或者维护的地位的话呢 他一定要争取成绩 给校董会看 校董会或者霸团体 想抗止它的范围的话呢 一定要就是 输成绩给教育局 于是他可以抗止这个学校 一层一层来 好了 结果呢 就老肖被逼 是要吹谷学生 我建议林郑呢 就是真的要做回检讨 因为由2000年到现在 应该是18年了 就是要检讨一下 所推行的教育改革 的成效去到哪里